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李凯阳 来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频道 好 我们来今天谈一下 台湾大师揭秘了2024年农历四月推背图大预言 好 这个推背图呢 出现了一些诡异的现象 好 大家都知道呢 其实呢 蒂姆金也好 推背图也好 甚至呢 有很多什么龙婆的预言啊 甚至呢 诺玛丹玛丹玛丝的预言啊 还有呢 日本的那个预言啊 很多的预言呢 基本上对2024年呢 看起来都不是那么的好 那当然在现代来讲的话 也有几个呢 海外的一些预言家呢 都觉得呢 这个整个运势呢 都是不好的 而且呢 2024年到底是不是什么样凶向之年呢 还是有急躁之年呢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接下来 好 海洋老师的全球国际政经局势 经济议题呢 时事分析 关键及时 天灾人祸 命与大预言 请帮我先按赞 分享 开订阅 按小铃铛 及时 随时可以收到我们的节目的更新哦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 好 天干呢 是甲乙丁丁屋起更新人魁 颜色是青 然后呢 魁水是黑 这边属木 好 地支呢 你看哦 乙年的话 甲年是木 乙年是阴木 这个是阳火 阴火 阳土 阴土 所以己是阴土 土是软的土 庚金是阳金 心金是阴金 阴金就是淬炼过的金 好 韧的话是黑的水 那大的水 魁水是小的水 好 这个阳水跟阴水 地支呢 植头银卯 卯跟陈呢 是行客的 这个陈跟卯是相害 所以呢 十二生肖里面的地支呢 是这样子算 属牛 虎兔 龙蛇 马羊 狗鸡 狗猪 那么2023年 鬼卯年呢 鬼水为黑 卯为兔 因此被称作是黑兔年 有没有看到 鬼 今年2024年是甲成龙年呢 甲木为青 成为龙 因此又被称为青龙年 这样大家很清楚的 去年叫做黑兔年 今年叫做青龙年 那这样子解释的话呢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应该很清楚 好 上课咯 接下来 好 推背图第41项 甲成 离上离下 离微火 天地毁盲草木繁殖 阴阳反备 上土夏日 太阳要在上面啊 土要在下面啊 这个天地之间怎么是阴阳颠倒了呢 好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这个推背图里面看到没有 上土夏日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景象 因为土在上面不对的 太阳在下面 代表什么 我们看不到阳光哦 好 这暗示着一个时期内 会出现天地昏暗 阴阳失衡 社会动荡的局面 好 这是呢 在推背图里面呢 这几句话带来的这个离火之象 让我们呢 蛮惊悚的 来 接下来 好 推背图的甲成 离上离下 离微火 貌耳虚待 血无头 手弄 乾坤和日修 这预示会出现一些极端事件 如暴力流血等 社会秩序将受到严重的冲击 这种乾坤和日修 没有修止的一天 看到战争越来越多吗 哪有在修呢 加沙走廊真的很可怜啊 现在 那帽耳虚待 血无头 要戴帽子 但是头再流血了 没有头了 头被斩首了吗 那代表什么 很多人死亡 接下来 好 那么99年成大错 称王只在 只合在秦中 这句话暗示一时期的动荡 这一时期的动荡 将持续很长的时间 好 长达99年了 最终会导致严重的错误 好 99年成大错 称王只合在秦中 这代表着意味着是什么呢 好 这个呢 整个市局是非常动荡不安的 那也代表说 我们做错了99年的事情了 因为呢 这个呢 极端气候的变化 大地震 火 火势蔓延 干旱 大洪灾 大风雪 大暴雨 然后接下来呢 火山大爆发 连暴 连环暴 大地震 连环咬 这就是人类在这99年来 筑成的大错 好 那接下来呢 好 总结来说 这一项预示的一个社会动荡 阴阳之痕 暴力事件频发的事情 这种局面将持续很长的时间 最终导致严重的错误 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跟警惕 好 这也代表说 我们在2023年 继续到2024年的这个阶段上面 这两年当中呢 我们面临的真的是比Codinite 还要更严重的问题 2022年开始 2022年开始的2月份 打仗打到现在呢 两年多耶 俄乌战争打了两年多耶 那到底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才能平静下来呢 那以色列跟加萨走廊的这个战争还继续持续在 现在呢 中东也在持续的在打仗当中 还有呢 国与国之间呢 现在呢 没有办法和谐的和平相处 然后呢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就非得把对方弄死不可 人类呢 已经走上绝境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国与国之间的一些互相厮杀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破裂 那到底会造成在未来20年 又会什么一个局面 我们先谈2024年就好了 2024年呢 上半年呢 三个月过去了 四个月要过去了 看到一个好的景象没有 从1月1号的大地震的景序 我们就看到呢 这个破碎的土地呢 开始土在上面 太阳在下面 看不到未来 不是就这样子吗 来 谢谢 好 虚云飞机运 陈飞城 史间围公中课定 这暗示的一个事情内的两岸的关系 和内政局势都将出现动担 但最后会趋于稳定 好 那么这个趋于稳定呢 大家最近呢 有一件事情 我稍微提一下好了 我不谈政治 一件事情就是马英九呢 不是都被骂到翻头了吗 他灰头土脸 然后被骂到 好像是他是妄恶的罪人一样 但是呢 今天 昨天 我看到的新闻 国台办说 习近平已经说 要和台湾呢 互通有无了 就说他们要开放呢 来台湾的路客 而且呢 旅游也好 商务也好 都要开放 而且要积极的开放 代表我们台湾呢 也可以跟他们积极的互动 那这对百姓来讲 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对政客来讲 我们就不多谈了 最主要是政治人物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呢 百姓要的是 安居乐业的生活 不就这样嘛 好 所以呢 会不会客帝 使监委中客帝 好 接下来呢 那战争应该不会来了啦 黑兔走入青龙穴 欲尽不尽不可说 这预示的青龙年 2024年呢 两岸关系和内政将发生重大变化 好 这个重大变化也不无可能呢 就是呢 你看呢 我们现在看到呢 520之后 军演会越来越恐怖呢 前两天呢 军演呢 不管在台北的这边呢 那基隆这边 或者是在高雄这边 那个飞机啊 他们已经讲了 我们的国防部已经讲了 国防部长 已经明示着我们呢 说 那些飞机如果 真的要飞到台北的总统府 大概四到五分钟就到了 我们根本措手不及 那会不会呢 520之后 又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呢 这个火就是什么 外表很华丽啊 内部是中空的啊 所以呢 大家都是心慌慌啊 大家是不是心里没有一个安定感 因为中空嘛 中空就是大家心都不安定嘛 包括那7.2级的大地震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又接受6.3级跟6级的大地震 那20天之内发生的这三级大地震呢 其实呢 对台湾的伤害是很大的 那么 现在呢 如果内政有发生重大变化 两岸关系的变化呢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也会引爆其他的问题呢 我相信肯定会的 希望不要有这类事情发生 来接下来 好 那唯有外边根树上 30年中子孙节 30年中子孙节 另有观点认为呢 两岸的对抗最终会通过和平方式 解决大约在30年以内 不管是不是30年啦 我想不应该那么久啦 习近平现在已经70几岁 71还是72了 那你说他30年就100多岁了 有可能那么久嘛 当然不可能 他的皇帝不能当这么久嘛 那我们总统呢 赖清德如果这一个四年 下一任到底会不会是他 我们都也不知道嘛 所以呢 这个终结的日子 到底会不会是30年 我倒持不同的看法 那不过呢 这个写30年中子孙节 这个是推背图里面的预言 好 来接下来 好 总结来说 这一项预示的2024年呢 两岸关系和中国内政将会出现重大变革以外 会经历一段动荡期 但最终还是趋于稳定 值得我们密切注意跟思考 同宗同族的祖宗啦 我觉得呢 人类真的互相残杀的话呢 没有必要到这种地步啦 看到俄乌战争 看到呢以色列的战争 我们还不害怕嘛 还有看到这些大地震 大地震是毁天灭地而来 我们要饱受什么样的痛苦跟这个蹂躏呢 我相信呢 每一个人都不希望饱受痛苦跟蹂躏 我们安居乐业的日子呢 已经过了70几年了 从讲中正宜居来台湾以后 他带了很多大批的那个国宝文物 这个一艘一艘船进来 然后呢还有带了很多的精英分子来台湾 那些什么学校的老师之类的 都是精英分子 那精英分子来台湾以后呢 他开始着手办九零教育 台湾才有今天的日子 我们不管说他们以前是不是军华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台湾能够兴盛起来 那对他来讲 他虽然是军华来说的话 至少他还办了九零国民教育 不会我们是存乎于乎这么多 然后接下来呢 他的儿子呢 蒋经国呢 对台湾的十大建设呢 是让整个经济起飞 让世界看得见台湾 这也是呢 你说每一个人呢 他在胃的时候呢 到底对百姓做了些什么 能不能让人缅怀过去呢 我们都要好好思考一下 再者呢 我们的劳健保制度呢 现在每天都说要破产 但是呢 当时呢是国民党的连战 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后来就改革了 陈水扁任内呢 他也有很多的丰功伟业 比如说 以前呢 这个高高竖起的阁楼 然后呢 小老百姓呢 只能垫着脚呢 探个头说我要办什么 现在呢 他把市政各方面呢 都是平民化 而且呢 这真的也是他的功德 所以呢 每一届的总统里面呢 我们都要细数一些功德 我们不要每天呢 记住人家的不好 这个世界 如果每天都记住人家的不好 那我想活不下去 来 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跟思考了 来 接下来呢 由于推背图第四三项 为火锋顶的顶卦 终于把顶卦列为改革之卦 顶卦上接隔卦 那黑兔走入青龙穴就是改革 那意味着必须隔顶顶心 重新整理自己 重新整理国运 依据中国人讲的五行呢 木火土金水 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 这口顶已经有了火与风 其他要自己取得 未来一年青龙走绿色 建议大家可以重重园育 让绿色的东西进来这口大顶旁边 来 看到我的绿色植物吗 哇 这就是我的青龙年 绿色植物让我们眼睛看起来舒服 让我们心旷神怡 然后呢 因为它要加水 所以水跟木的元素就有了 看到了没有 好 那今年整个2024年 你要重新布置你的家 跟你的办公室吧 好吧 那我想呢 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只要活着的一天 每一个人都会走的 再辉煌的历史 再辉煌的了不得的成就 都一样要走入未来 那这个未来呢 可能就烟消云上了 人家过了十年一百年 可能就不记得你了 如果是像我们这种默默无闻的人 搞不好呢 到隔两代以后 就不记得这个人是谁了 好 所以我想呢 我们要让绿色东西进来这口大顶 让我们生活更加惬意一点 更开心一点 好 接下来 好 前总统马英九 4月初呢 赴中国进行参访行程 并在4月10日 中国国家主席进行马蹄二位 他认为两岸同属中华民主 都是炎黄之随 本质上与俄乌以巴完全不同 绝对有足够的智慧和平处理各项争端 互利共荣振兴中华 马英九也质疑呢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美国会如此毫无保佑的挺台湾吗 并称台湾不能变成国际强权 政治角力的牺牲品 当然我们不可以啊 为什么自己没有自主权呢 还要听着别人 哦 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呢 然后呢 如果真的发生重大事情 他拍屁股走路 我们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就要先思考一下 这么多的百姓量 千多万的人民怎么办呢 是不是 所以马英九呢 每一个人都在骂他说 哦 你去亲共舔共啊 又是热脸去贴冷屁股啊 但是呢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继续 好 美国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一项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结果会对两岸三地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都可能对台湾和其他周边国家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反正每天都在军演 军演 就是演给你看 人生不就演戏吗 每一个都是戏子一样 都在演 都在演 他演他自己 那我们百姓呢 我没有百姓演我们自己 来 接下来 和平 相对和平 自二战结束以来的台海关系经历过一些变化 在老蒋时代和李登辉上内以后 曾有些许紧张局势 然后呢 在陈水扁时代以及之后呢 双方保持相对平稳 这主要归于国际格局的转变 各方对和平稳定的共同期望 以及经济交流的扩大 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使双方避免冲突 致力于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来 我们看 从推背图第41及43项 可以看出2024年既是动荡之年 也是改革之年 你们觉得呢 在下方留言你们的看法 请按赞 分享 开订阅 按小铃铛哦 收到最新的资讯 我想呢 秀才不出门 能知天下事 谢谢大家对韩老师的支持 感谢你们 我们祝台海和平 台湾呢 兴旺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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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